打脊椎嘛 本來就是真的真的蠻痛的 這也不是就是去一兩次就可以改變了嘛 以後都得這樣子 你就是要終身治療 還要每次都做這些檢查 其實我會覺得很疲憊 如果治療這麼痛苦 我可以選擇放棄嗎 我是脊椎型肌肉萎縮症第三型的患者 雪莉 這個疾病簡稱為SNA 最近SNA的藥通過健保的資格了 但是我有辦法用藥嗎 Hello大家好 是雪莉 今天這部影片是 因為我明天要回高益那邊去做一個大檢查 如果有在長期關注我影片的人 應該知道 就是我的病是脊髓行肌肉萎縮症嘛 那SNA這個疾病呢 他在以前是沒有任何的藥可以醫治的 後來就是在幾年前國外有研發這個SNA的藥物 那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通過 那價格也是非常的昂貴 我記得這樣患者這樣子一年下來好像也要2000萬台幣跑不掉吧我記得 因為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那個就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負擔得起的價格 那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看到新聞 就是SNA這個藥物 台灣的政府願意幫我們負擔這個金額 讓SNA的患者們可以服用這些藥 那這個藥物的部分呢 目前就是分為兩種 一種是口服的 另外一個是注射的 那注射的話就是打脊椎 感覺超痛的 其實也是有一些資格上面的限制 那這個藥物呢 它就是會先給一些狀況比較好的病友去做試用 因為如果就比如說你真的很嚴重的話 其實那個藥的效果可能也沒有什麼用 不過這個藥物的確也是因人而異 就是有些人他服用了沒有用 有些人服用了他的狀況就是有比以前再更好一點 但是我先聲明這個藥 不是會讓我們痊癒 明天就是要去醫院去做一些檢查 看我有沒有這個資格可以去使用藥物 那我個人呢其實是一個很怕痛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問醫生說 那目前這個藥物是指說口服藥 還是要注射的藥物 醫生就問我說你滿18了嗎 我說滿了 然後他就問我說那你沒得選了 就是只有 注射 我會怕沒有錯 但是我還是希望自己的狀況可以好轉一些 那就希望自己可以有這個用藥資格 因為其實我身體我覺得近期算是退化蠻多的 都覺得沒有什麼力氣這樣子 嗯所以我其實也沒有太大的信心 算是明天的檢查 我也不確定項目有哪些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一部影片就是記錄下我在醫院的過程 那因為我本身不是住高雄 所以我就提早了一晚來這邊住 那明天早上的話要很早起來去做檢查 我們就明天見吧 那的人啊 那rastДete 我 女 1 3 5 -75 好像剪掉 98 這很燙嗎 12 這比較準 我在醫院裡面都是有先問護理人員跟醫生有沒有辦法錄影 但是那個過程沒有辦法記錄這樣子 但是我有問他們說可不可以拍照 那拍照的部分是ok的 那我就會附上幾張照片跟大家講解一下那個過程大概是怎麼樣的 還有會做哪一些檢查 之前我回診的時候其實已經有簽過同意書 還有做過抽血的檢查 S光的部分應該就是留到下次再做 這次就是做一些基本的檢查這樣子 那這次肌力的部分呢 首先就是會先測試手的部分 不可能每個都記得 但是我就把記得的部分告訴大家 那首先我們進去呢 就是會看到桌面上面有一張紙 然後畫了很多很多的圈圈 桌上呢會分別有杯子硬幣 還有會寫幾公克幾公斤的那種小鐵塊 還有沙包 評估的護理人員 他會先叫我拿硬幣的部分 他會拿幾個硬幣放在桌上 然後呢看我20秒內可以拿幾個硬幣起來 但就是用單手拿 就是他都是單手測試的 接下來就是會把鐵塊放進那個塑膠杯裡面 然後看我可以拿到哪一個部分 還有把鐵塊移到就是他指定的圈圈裡面 算是一些蠻基本的肌力測試 但是對於SNA的病友來說 有一些動作真的是蠻困難的 鐵塊我記得應該有三個左右吧 就是他的重量都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他就分很多細項做檢查 所以我只是大略跟大家講一下 會做哪一些動作這樣子 那檢查的過程差不多大概十分鐘有吧 所以我們也是測試蠻多的 然後他都要一一的寫下來 還有一部分是他會給我一個按鈕 就是那種LED燈的單手指去壓 有沒有辦法把它壓亮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失敗了 還有濕那個白紙的部分 他好像會把A4紙折成兩折 就變這樣子四分之一小小的 然後叫我把它撕開 看有沒有力量把它撕開 那這其中就是當然我有些動作也是沒有辦法做到 第一部分就是手的部分就結束了嘛 結束之後就是通過了 才可以就是做第二個部分 因為我並不是護理人員 也不是醫生 我並不知道他們的評分方式是什麼 沒有自己衡量的方式 這個我就不清楚 所以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移到病床上面 然後醫生呢會幫你做一些檢查 像是會敲你的關節啊 看有沒有反應之類的 還有腳的一些動作有沒有辦法做到 像是坐著有沒有辦法抬腳 躺著有沒有辦法抬腳 趴著有沒有辦法抬 但當然抬腳我都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沒有力氣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能走了嘛 那還有像是可不可以坐著腳 可不可以稍微移動啊 當靠腳就是不可以靠手的力量去幫他 當然我也是就是幾乎沒有辦法 腳踝的部分有沒有辦法像這樣子動 都是就是測試的方式 反正就是還有很多很多 接下來就看躺著的時候 躺或趴我的頭有沒有辦法抬起來 或者是有沒有辦法這樣子左右看 因為畢竟病有 其實就是不只是四肢嘛 我們的全身都是比較沒有力氣的 所以都必須要做這些測試 才知道我們的肌力到哪一個部分 他也會叫我們伸舌頭 因為我們的舌頭也是沒有力氣 然後他就是會顫抖這樣子 會看就是有沒有顫抖的部分 並有多有啦 這些的檢查都非常的嚴謹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必要的 第二個部分我很多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還是很親近的有通過了 第三個部分呢會移動到地板上面 地板上面會鋪兩個地墊 進入到困難的部分了嗎 我記得是有 有一樣會叫你把手啊 看可不可以抬到哪邊啊 哪個部分啊 像是腳的部分有沒有辦法自己彎曲啊 手的部分有沒有辦法之類的 他這邊也會稍微做個測試 我覺得後面比較困難的是有兩個 一個是像趴著的狀態 然後手肘要撐著地板 看這樣子可以撐幾秒 但因為我沒有辦法自己撐起來 但撐著幾秒應該是沒有問題 所以呢 護理人員就是幫我就是撐起來 他把我上半部撐起來 然後我就弄好位置 確定好就撐在那邊 然後撐個大概5到10秒 然後測試這個部分 你的功能有沒有比較穩定這樣子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從躺著的姿勢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自己趴起來 那因為每個人趴起來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樣 像是我如果自己躺著或趴著啊 我如果沒有就是撐東撐西的 沒有辦法自己趴 我慢慢的再把姿勢調整到桌子 然後這部分就是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跟力氣這樣子 這部分就是比較辛苦的 總之會確認你的腳大腿啊小腿啊 所有的肌肉都會幫你真真實實的檢查到 確認你的肌力大概維持在哪一個部分 到腳都是 所以就是檢查都還蠻仔細的 可能有一些部分我沒有辦法 一時之間想起來細節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是大致上跟大家講會做哪一些東西 但是事實上面還要做更多更多的檢查 結果是通過了 就是我有用藥的資格 因為我當天有問醫生一些細節 所以我也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治療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只能選擇打脊髓的方式 那打脊髓的方式有兩個 一個部分就是不打麻醉 那不打麻醉的話 就是敷那個麻醉的藥部 在你的脊髓那邊嘛 會有點麻麻的再注射那個藥進去 注射的過程大概五分鐘左右 注射完休息大概兩三個小時 觀察一下沒有問題就可以離開了 但是每一次回診去注射這個藥 都需要就是做一系列的檢查 那其中包括抽血 然後S光還有驗小便這些的 就是基本的檢查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全身麻醉 但是因為打脊髓嘛 本來就是真的真的蠻痛的這個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很難去忍受吧 你前一天就要開始住院 然後住院的話就是會幫你打點滴 還有觀察就是你對麻醉藥物會不會過敏這樣子 點滴症我今天應該就是一直插著吧 然後到了隔天再幫你施打藥物之前 會再放那個麻醉藥進去 沒多久不會睡著了 睡著的話就是趕快在你睡覺的期間施打藥物 打完就是五分鐘嘛 差不多你打完過沒多久就會醒來了 醒來了一樣就是休息兩三個小時 沒有問題的再出院 但是因為第一年要做比較多次這個療程 就是總共要做六次 然後第二年開始每一年都是四次 然後第一年就是比較平板 然後我有請醫生幫我畫了一個那個圖 就放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我現在沒有看到圖 如果真的有說錯的話 我就會打字幕跟著 那我沒記錯的話第一週先打嘛 然後過兩個禮拜再打第二次 然後再來好像就是一個月吧 然後好像兩個月四個月這樣子 我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記很仔細 但是我記得前三次就是非常的平板 好像一兩個月就是要做總共三次 如果每個幾個月就要去煮一次月 然後還要每次都做這些檢查 其實我會覺得很疲憊 總之我已經跟大家講完大概的狀況了 接下來就是我自己內心的一些想法 其實現在已經過好幾天 我常回來錄這個影片啦 我大概想了一個禮拜有了吧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任何的答案 因為我對於治療真的是非常的害怕 小時候確診這個病之後 我就常常在跑醫院 也要做非常多的檢查 那其中抽血就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抽血我就是每次抽一定都會哭 我就是非常的怕痛 所以我當初就是聽到打點滴啊 要抽血啊什麼的 我覺得我到現在還沒有就是一個答案 或許就是螢幕面前的你覺得這些檢查 不就是很正常的嗎 不一定要有的 但是對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很煎熬的事情 畢竟這也不是就是去一兩次就可以改變了嗎 以後多得這樣子 你就是要終身治療 我知道就是每個人 包括觀眾包括我身邊的人 一定會希望我去做治療 我也要去衡量 我有沒有辦法真的可以去面對這些事情 那有些病友他們 我也是有聽說他們就是也是會害怕 所以可能就是會選擇 等未來有沒有這個機會有口服的藥 因為現在其實有口服藥 但是沒有沒有健保開放給成年以上的人 所以他們就會想要等等看 可是當然說身邊的人會一直希望我去做治療 這個部分是很有壓力的 因為我也不是不想做治療 只是這些過程真的非常痛 因為我真的太怕打針了 然後我當天回來直接做惡夢 我夢想有殭屍在追我 然後拿針要插我 然後他拿針插我那一刻我就醒來了 醒來的時候還覺得我的手在痛 後來我就不敢睡回去 不管我最後的選擇是什麼 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體諒我的選擇 因為我一定是經過衡量才知道自己也沒有辦法去克服這件事情 如果我沒有辦法克服 然後去做了這些事 我覺得那個過程我一定會崩潰很想死 我不想要那樣 所以我希望自己想清楚以後再去做 這個治療的效果就是 像我前面講的一人而異 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效 那我是有聽醫生說 因為他們每次都會做檢查嘛 那一年後你退步了 或者是這個藥對你來說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他們就會停止給你使用這樣子 就代表說這個藥對你是沒有效果的嘛 那施打在你身上沒有用 不如就是去給其他有需要的病友這樣子 我知道就是這次的檢查的結果都是得來不易的 就是一個努力的過程 當然通過可以用藥資格我也很開心 但是我希望自己是想清楚再去做這件事情 也不用在底下就是建議說 我也不知道去做治療這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就已經跟大家講說 我要自己想清楚 所以別人說什麼都是沒有用的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我 但這部分就是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治療真的太痛苦了 我都很感謝身邊關心我關懷我的每一個人 也感謝就是螢幕面前的觀眾 可以陪我到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希望我的未來都是開開心心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吧 如果有任何問題想要問我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知道的話會回覆你 然後以上如果我有任何說錯的地方 也可以在留言指證我 因為今天的資訊量真的有點多 所以如果講錯的話請多多包含跟見諒 我也非常的高興就是政府 願意幫助我們這些S&A的病友 不管說未來有沒有 我有沒有要用藥 我都非常的感謝政府 可以願意替喊病而跨出這一步 因為這些藥就是真的非常的昂貴 不是一般人就可以付出來了 真的非常的感謝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今天的影片有點長 所以謝謝大家看完 那有問題就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去追蹤我的FB跟IG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